天罗帝网已经布下来了 就等着你往上钻呢 是 好 那么采访准备就绪 让我们一同连线苏州KSG 一曲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苏州KSG一曲 非常可惜啊 没有赢得这场比赛胜利 但是无疑这场B5非常的精彩 也好奇一点 就因为今天第三局的时候啊 就你使用到了一个西施 当时其实蒙田一开始 在你们脸上的时候 有几次让他残血 都回到了自己的水旋当中 就那局你们的心态 或者团队的心态变化是如何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也没啥吧 就伤害不够嘛 就后面还是找他机会 他好掉 然后就打团的时候 就你一波我一波的 有点刺激 有点刺激 帮我们所有人 也是帮我自己问一嘴啊 因为我想知道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可以让你们迅速 打成那样的一个combo链 就是你拉 然后包括项羽的 推 接大招 是怎样的一个企举 或者是有怎样的一些训练方法 可以分享一下吗 队友在的时候 一般都是会跟的 只要拉到就直接接 其实对你们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熟练的一套操作了 包括在今天这场B5的第四局当中 你使用到一星 对方是出道了一个 工本加码超的一个体系 当时在对方选出这套体系的时候 你们内部是怎么讨论的呢 内部就打仗得注意一点 别在一起不然不然全部会被中伤 所以回不了血 是在平时训练赛当中已经面临到这样一个问题吗 还是说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呢 还是比较少见 所以当时也是迅速提了个醒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莫子的改动 我们也知道在今天比赛服 实装到了昨天正式服的一个版本更新 那么莫子的这个炮击的速度是进行了一个下调 作为我觉得目前KPL当中莫子数一数二的使用者 你是怎么看待这次改动 就炮那种笨的英雄的话还是跟之前差不多的 就炮那种灵活的英雄可能会难炮一点 对你来说你觉得使用方面会有一些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反正只要打那种笨重的阵容就可以 好明白了 是期待你的莫子发挥 OK感谢一曲接受我的采访 加油拜拜 拜拜拜拜 是该解析的都解析到了 还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就起码搜索KSG在训练赛当中碰到工本的次数 屈指可数 说明了一点 老实说现在搜索KSG的约的队伍应该绝对不局限于B组的队伍 没错 原来像B组的队伍只能跟B组队伍约 像搜索KSG可能是现在一些B组队伍高攀不起的 是吧 有这个可能性 当年你对我爱他不理 现在你对我高攀不起 所以现在的搜索KSG 也就是他暴露了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可能A组和S组的队伍啊 工本练的还是少 对吧 在训练赛里面练的还是少 所以Hero这波好像又往上蹦了两极啊 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是这样的 就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就当一个英雄改动也好 为什么会对他进行这么多的关注 就包括像今天张飞赚金装 我们也是比较多的关注的原因是 你进行了改动之后 他到底在KPL的比赛当中 他的层级会进行哪些变化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探寻的东西 那么今天其实Hero给到我的这个感觉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 张飞赚金装的改动 我的看法是 他其实对于赛场的影响还好 但是对于路人玩家的影响 实在是太伤了 以至于我在昨天的更新之前 除非我自己在蓝色方 我可能会选择 原来我们在蓝色方 大家都知道蓝色方一抢摇 对吧 是吧 现在就是已经到一抢张飞的地步了 以至于我现在在红色方 我都会考虑把张飞给搬掉 那么已经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为了让路人局的排位 更加具有游戏性 所以对这个装备进行的改动 其实对于赛场的话 我觉得还好 赛场现在也不是说 每一个张飞都会去专业装 但是这一次的改动呢 是让路人局舒服了很多 但是在赛场上 我们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 看到正军虎啸再次绝技 是 这个东西到底如何探寻 而且还有一点嘛 就包括前面一曲 也提到了莫子这个点嘛 对吧 我觉得就是那句话 就真的你非常熟练 且精通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点改动 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就像其实之前我们 之前吕布的几次改动 包括马超的改动 机制在 其实可能一些回复下调啊 伤害下调啊 其实对他们来说 好像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量是功能没有变就可以 对 还有一个就是莫子它可以通过量变来引发质变 是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一些莫子的高分玩家 他们都会选择考虑把圣杯优先级变得更高 对 然后从而让自己的炮的频次变得更多 即便你的子弹 弹道速度减了一千 但是 其实老实说 这东西还是看技术 是 是吧 看技术看走位 是的 被对面躲掉了 那也没办法 对 怎么样 今天其实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南丽黑油酒精给到我们一份 算是更加惊喜的惊喜 我提前恭喜他们进A组吧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问题很大 而且他们给我的感觉 他们的BP其实不是说 我一定要拿以这套固定体系 他们其实 久泽回归之后是见招拆招的 它是根据你的阵容 然后再把我的阵进行一部分的微调 他两次嘛 一次女娲的选择 让女娲的转现效率 当然子患太厉害了 这个国标在身上的女娲 对吧 你不得不信任 他的那个矩阵放得太漂亮了 然后今天的五位的那个 公本五脏 也是 在九折的心目当中 他选出这些英雄来 他不是说这些英雄 我是热门英雄 而这些英雄可以让我的阵容 或对方的阵容 形成一个帮助 或者摧毁性的打击 这才是王总要 我认为这可能是策划 对于这些英雄改动之后 想在这个英雄身上看到的 而不是说 我的改动只是为了提升他的素质 那所有英雄都可以改 很简单 你把它素质一改就好了 素质一改 他的英雄强度就下降了 西施你改他素质就没有用 吕布你改他素质就有用 是吧 这就是两种天然的不同 对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就是 不管英雄如何去调整 每个选手也好 每个教练也好 对他的游戏理解 是一定要足够 对 到位且清晰的 就他到底强点在哪 他为什么可以出 就包括像那局 为什么可以出功本 对不对 对于孙斌二级能也好 对于李元芳的限制也好 对一星的限制也好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能一开始 并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你摸索着摸索着 你训练赛打了 你就知道了 或者说可能也是无谓 主动请赢 觉得这局可以 当然我还有一个 就是小九其实是一个 比较喜欢孙上香的选手 今天没有看到 对不对 孙上香其实也调整了 孙上香调整了 他其实是 优化 优化了团队 但是对于自身的伤害 又再次降了5% 对吧 原本是25%的 改到了15%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10% 对于对方的减甲 而不是提升自己的穿甲 而对对方的减甲的话 原来孙上香二级能 丢小兵丢野怪 可以给自己加15%的穿甲 但现在必须要 丢到对方的人 才可以降低 对方10%的护甲 那在这种情况下 更影响到 就是红联爆弹的命中率 对吧 然后影响到了 就是孙上香自身的输出 更仰造的是 队友的伤害的补充 没错 还没看到今天 对 这很多东西就刚第一天 其实对于比赛服来说 就是第一天 所以还是有 慢慢消化的一个过程 没错 同样采访连线准备 就续让我们一同连线 南京hello酒精 九泽你好 我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南京hello酒精 主教练九泽 首先恭喜你们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极大概率 可以冲到A组 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终于放下了一块小石头 放下了一块小石头 后面要继续加油 今天第一局BP 其实蛮让我们意外的 因为第一场比赛 你在B搬选上是 搬掉了公孙黎和大乔 第一选是选了一个鲁大 然后又没有搭配一套 就是可能很适配 鲁大的一套阵容 当时呢 你这样你的BP 是一个怎样逻辑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就要说到我们KSG里 那边有一个 我们之前俱乐部的内鬼 内鬼 Yellow是吧 对 他太了解我的习惯 和前期的BP部署 所以在前期 前级局的时候 他在BP上 给我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吧 但后面的话就还好 是明白了 看出来了 就双方都很小心 都在处理BP上的一个博弈 那么今天你们也是在KPL 目前下地赛以来 第二次使用到了一个新功本 也想知道 久泽教练 你对于新功本 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新功本的强度挺够的 然后自己最近也玩了不少吧 所以就上了 而且那局的话 我感觉也挺适合 非常适合的一个契机 那可以稍微再多说一点 你觉得新功本 更擅长处理对方的一个怎样的阵容 还是他就是一个Counterweight 打一个篮领 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强力的篮领 而且他是一个节奏位的开团 兼具节奏位的篮领 而且他一技能能够挡一些技能 在中后期的话 他其实可以保护自己的C位 就是切进来的人 基本上都持不住功本的大招 明白了 这是兼具保护性的一个篮领 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 如何评价今天的第三局 其实今天的这个星恒的蒙田 我个人觉得那局大桥的一个配合 非常的不错 但是其实苏州KSG 真的他的那套技能衔接combo 其实让星恒非常的头疼 我想知道您在看比赛的时候 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可以分享一下吗 第三局对面的西施 确实给到了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但是那一局的话 因为我们在决策上的一些失误 在打完20分钟团战之后 没有第一时间去开风暴龙王 所以导致我们后来就相当于是 失去了两条风暴龙王 对 是还是有自身的这个因素 并没有完全做好 好感谢九折的分享 继续加油 拜拜 拜拜 很清晰非常清晰 他说公本的这个点 非常的清晰 建议所有KPL的教练 在这个采访的时候 都向九折学习 该分享的都得分享 咱们观众朋友们来看KPL 不会真的以为是来看颜值的吧 有一说一 当然学技术的呀 不能老说 不方便透露 对呀 就来学技术 公本五藏这是刚改的不多的英雄 对吧 还是得多说一说 是 确实因为我单方面跟九折比较熟 大家都挺熟的 确实可能给我面子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真的 我觉得对我们KPL来说 挑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接受挑战 接受挑战不是说对方很强 而是我觉得勇于克服版本的一些东西 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解 在场上发光发热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见到的 逐浪新生的心 还有就是教练创新的心 是的 好 本场比赛是暂时告一段落 让我们稍后休息 一会儿回来